鲤鱼潭油气区是花莲北区重要的旅游景点 而日前华东纵管处举行的油气区设施改善说明会 希望池南村民众可以了解未来规划和设计 共同创造鲤鱼潭风景特地区未来的发展 以新的思维模式创造吸引民众美学空间设计来共同努力 交通部观光局华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 为了改善十几年来成就的鲤鱼潭油气区周边设施 日前与当地居民进行讨论会议 鲤鱼潭商圈发展协会理事长林明哲表示 乐见双方对于鲤鱼潭的发展进行沟通协调 能够找出彼此之间的想法差异 才能够解决长期以来的困境 规划的整体看起来是很OK 但是当地的船家在使用上他有点不方便 这经过跟处长跟我们居民沟通了以后 我们当地人也给了很多的意见 那等待这个处长会再下一次再跟我们约见面 那整体做起来 他的powerpoint看起来大家都非常满意 我想游客来看起来也会非常的满意 只是说实用性跟这个规划的样貌 怎么来结合 让当地人在做声音的时候也可以接受 这个纵谷在规划的时候 对整体的规划给鲤鱼潭在风貌再现 这个计划 我认为这个亮点 大家也要去把持 对鲤鱼潭水质又氧化问题也说 由于污水处理的问题 以虔诚的单位想当多也希望环林县政府能够给予协助 才能够解决长期以来水质又氧化的问题 中晚处也请了东华大学的黄教授在监测 底底确也都知道的来源 就是说这些公共厕所的水 还有呢就店家那个餐厅的废水 餐厅的那个水 那家庭的污水排放通通下了驴毯 那现在仲谷他们也很有心 早期已经做好了银井的部分 那只是现在目前节流到这个银井以后 再强抽做到生态值去净化这个部分 我是希望说这个重骨部分 可能就是要再加把劲了 那我们期待说离毯的水质会更好 第一个就要断污源 第二个就是要饮清水 上一次傅昆齐立委也帮我们去清水的部分 也同意要去帮我们做重骨也编了预算 那再过来就是可能要抽污泥了 经过多年的沟通与讨论 当地居民也希望能够改善 驴毯风景区的周边设施 才能够再度创造有客到访的新面貌 记者林杰顺风箱采访报道